在有关海洋的惊悚电影里 造型各异的生物层出不穷 有环太平洋里体型如山的怪兽 也有张牙舞爪的章鱼 刺激归刺激 但只要你一想到这些庞然大物 在现实世界里并不存在 它们努力营造的恐怖气氛 就会大打折扣 设定越夸张 打折效果越明显 比如从海底游来的哥斯拉 没人会在海边旅游的时候 担心这条大蜥蜴 但作为真实存在于地球 并且存活亿万年的古老物种 鲨鱼 它们就是海洋惊悚电影里的爱马仕 吓人效果从不打折 水下47米 原名十分含蓄 中国上映时就变成了沙海 恐怕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故事很简单 来自美国的姐妹来到墨西哥海岸度假 刚遭遇分手的姐姐 抑郁寡欢 面朝大海 内心却无法春暖花开 贴心的妹妹想到一个解决方案 找刺激 于是 没有任何潜水经验的姐姐 就被妹妹带进了坑里 啊不 带进了海里 说好只潜水无米 结果遇到无证经营的老板 双十二次做活动 一口气把两姐妹送入了 47米深的水下地狱 在漆黑一片的海底世界 她们发现 原来对于脆弱的生命来说 首先要面对的是以下困境 困境一 牢笼 原本用来防鲨鱼撕咬的铁龙 是否成为它们逃出升天的障碍 困境二 氧气 只能提供短时间潜水的氧气瓶 如何支撑它们遥遥无期的等待 困境三 通讯 时段时序的通讯 无法传递有效信息 一汪海水真的让它们阴阳两格 困境四 减压 在高压的水底快速游出水面 如何应对减压病带来的死亡危险 当然造成这些困境的元凶依旧是当仁不让的鲨鱼 正因为这些轻面獠牙的死神存在 打开铁龙要快 消耗氧气要慢 找到救援要快 浮潜上升要慢 快慢 快慢 快快快 慢 慢 慢 在这样令人浮想连拼的节奏下 海底英雄小姐妹们能否逃出升天 小霞觉得你们如果去看过电影 《沙海最后剧情》 180度空中转体两圈半的逆袭反转 一定会给你大大的惊喜 沙海中鲨鱼们再一次背负沙人的恶名 他们表示 啊 我们早就习惯了 自从斯比尔伯格拍摄的《大白沙》 这部经典中的经典上映之后 就把鲨鱼的形象带歪了 鲨鱼袭击游客导致人心惶惶 赶死队前往大海 哭杀罪魁祸首 结果一个个肉包子打狗 斯比尔伯格用邮报琵琶半遮面的处理方法 让鲨鱼们一惊一乍地袭击 给小船上的人类带来无尽的梦魇 而另一种噩梦来自于沙卷风 天上不会掉馅饼 但天上可以掉鲨鱼 单凭这样的脑洞 这部电影就足以让人记忆一辈子 心太软的人弦琪曾经在歌里唱 这曲子简直就像是沙卷风的主题曲 只不过不一样的是 它们飞荡在不羁的狂风里 五毛套笑加狗血剧情 的确让沙卷风看着辣眼睛 但更恐怖的是 沙卷风四年里一口气拍了五集 好了 今天关于鲨鱼的故事 就说到这里 尽管科普知识无数词地教育我们人类 鲨鱼十分胆小 绝大多数情况下 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但向来喜欢以貌取人的我们 总是固执地认为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啊 但老出来吓人 那就是你们不对了啊 谢谢大家 ?